前两天我基本上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曙光 这些曙光就是说全球的情况还是在向好的发展发展 因为前几天我突然就开始感觉到国际上的一些风向提醒了改变 也就是说全球在抗议这一块慢慢的迈向了合作 昨天晚上我作为中国的专家参加了四位组织的专家组的会议讨论了疫苗 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全球的疫苗的接种资源的分配和资源的筹集 也就是说目标要达到全球的迅速的疫苗接种的一个覆盖 如果都去实施的话应该有30%到40%的人应该得到了接种 30%到40%的人得到了接种 还有20%到30%的人自然感染 那么加起来就会达到50%到60%的一个保护率 如果达到50%到60%的感染保护率 特别是老年人得到了接种以后 世界应该可以打开了 世界打开的一个标志原则上来讲 就是这个疾病的危害程度降到什么程度 这个疾病的危害程度要降到我们现在的流感的程度 那么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我也说过一句话在图内 我是说说不定2022年的春天我们可以背起行蓝 全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我记得我是讲过这一句话的 那么今天我也反反赛了一下 我觉得比尔格茨也是这么说的 他是最近才说他说2021年的年底情况可能会好转 感谢ゆATH 我们观众们的拍摄